音樂 跳舞對我自己的感覺就很開心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動 和喜歡聽歌 對音樂感好 以前他比較被動很多 我叫他做什麼 他就很膚險地做某一件事 但現在不是的 他叫我和他去公園 做某些動作 很多次幾個小時的時候 拍幾個小時 這個計劃和其他有些不同 就是自由到很大 真的讓他們成長 就是讓他們學習 如何控制他們自己的身體 如何發掘自己的身體 去動動 因為我們學校 其實已經參加了這個計劃幾年了 那群同學看到他們有成長 在這個過程很開心 還有很有自信 有時他們練習的時候 我可以在旁邊拍照 錄影 看到他們的樣子笑得很燦爛 是很難的 蝶督陀泥很開燈 很貼 放在煙巴上 這樣 因為泥本身 它可塑性很高 它可以透過自己 去由一個四方體 變成他心目中想像的東西出來 印象比較深刻的作品就是阿俊鴻 是一個浸溫泉的作品 原來他的願望 就是希望可以和爺爺一起去浸溫泉 這個作品其實很觸動到我 因為同學雖然他們可能的生活 是比較簡單一些 但是其實他們都可以很開心 我們在分享環節上 他們會知道原來自己想的事情 另一個同學不一定都是這樣的想法 可能有一些同學做了一個蘋果 為何不是紅色的 原來他們會覺得 不是紅色的蘋果 有另一種表達的意思 是 畫畫的過程可以發揮到自己 即是自己想畫些甚麼就畫下去 除了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情感 透過畫畫都可以抒發你的情感 藝人生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給我們的學生 去發揮他們自己個人的創作風格 物料探索 去到之後再試不同的東西 學生其實都很需要這個時間和空間 最感動到我 或者見到我覺得很開心的 就是每個同學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 很多同學的作品 都是可以表現自己內心想的東西 無論他畫的東西不太寫實 我覺得那個真心 真是說他自己最喜歡的東西 這個動力是不能夠拿走的 這次我學完這個編曲的活動 將來大概會編不同的歌 很特別的一件事 原來他們不是很像一般學校的學生 他們雖然很像你講的時候 他們在做自己的事 但其實他們是實際 在追蹤你做的事 很驚喜 因為在過往他們學習樂器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我給一些作品去練習 但現在他們是自己做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笑的樣子 很投入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心目中的音樂的教育 我希望這群同學們 記住自己的興趣帶來的快樂 然後他們出去 都希望他們遇到一些機會 他們可以繼續 繼續做他們的興趣 而在他們的生活上都快樂 我們作為一個音樂老師 其實都還有很多限制 而我們的學生 其實是有一個無限的發展 我覺得他們的生命是可以很閃亮的